来来来 讲到这个糗事 所以你这个老公 在你今年生日的时候 给你出大包 搞得大家都很尴尬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真的是全场看不懂 连小孩都傻眼在那 因为我现在就是 很常会带小孩 去跟小孩子聚会 然后就是 我记得有四对父母 加很多小孩 然后他们就是因为 我们去加一碗 去参加别人的婚礼 他们就刚好知道我生日 就帮我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 然后大家端蛋糕进来 不是他端喔 就大家高高兴兴的端进来 然后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有一个人突然就说 等一下 然后全场的人就觉得说 我老公一定是有惊喜 我自己也觉得 我老公一定是有什么惊喜 然后你还要很教诚说 干嘛啦 这要干嘛的时候 他就说 等一下 我还没拍 你重新出去再走进来一次 好美 而且你重点是 你如果只是要补拍 你知道因为还有很多 不受控的小孩 就是都是几个月啊 一两岁 就是大家都在你知道 就是那个时刻之后一瞬间 另外一个人在端蛋糕进来 然后我老公在那边拍的时候 全场唱生日快乐歌是 祝你生日快乐 就是很尴尬你知道吗 而且他不知道怪在哪 他会觉得我就是没有拍到啊 怎么了吗 就是在拍 没有我是故意的啦 开玩笑 故意的啦 你确定摸着你的良心说 这是开玩笑 那么多小朋友 那么欢乐 对不对 没有你乱讲 结果后来那天 他现在怎样 他现在是耍Q的是不是 不能换学 不好笑 对 然后结果后来 我生日的当天 我安排了一点的工作 然后晚上他问我要去吃什么 我就说没关系 因为我想要我的生日的时候 第一个生日是 小朋友陪在我的身边的 好 可是我那天安排了一点的工作 你再怎么样 我们可以去吃个不用大餐 可是我们可以去吃个中餐吧 好那天也是 还是有自导自演的个性在里面 我就起了 我也跟他说 我隔天生日我想要晚一点起 小孩上学的时候 我可能不会起来 你不要叫我喔这样 可是我试着吃了两颗安眠药 两颗我照理说 他怎么哭我都会睡得跟猪一样 我就是睡不着 反正就是我吃了两颗安眠药 他只要一个翻身 或者是一个叹气 或是一个哀 然后我就起来了 变成是你知道我开始 洗衣服晒衣服整理家里 然后把小孩哄到睡着了 他只要陪他一起睡觉就好了 好结果后来呢 那一天我隔天我不是在收东西弄一弄 然后想说让他再补个棉吗 他一补到12点多 半夜啊 没有中午12点多 可是我一点也要工作 那我10点多11点我就开始在划说 欸其实我们等一下在哪里工作 我们等一下可以先去吃个什么东西 至少过个两个人的小生日 他没有起来耶 他真的没有起来耶 然后我就从10点多 好我想说没关系 他昨天应该小孩很胡闹 又等到11点多 我上去 快12点 工作也要迟到 我就说 昨天小福星有哭吗 他说没有 他睡得好吗 很好 我就说你为什么睡到现在 就是 他说可是你 你不是说 中午 你不是说一点才要工作吗 我说对啊 他说你又没有迟到 我说今天我生日耶 你需要睡到这么晚吗 而且小福星昨天晚上又没有闹 然后他就说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可是 可是 我的生日就这样过了 然后我那天就发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脾气 哦 还有一次更扯 你们评评理 我 可是都把小孩哄睡 就是希望他能跟我小孩早点睡 这样隔天不会这么累吗 我终于哄了 那天哄了快一个多小时 好不容易开开心下来 说老公你赶快去睡 这样你就不会那么累了 就是赶快去睡这样 你知道他在干嘛吗 他在煎牛排给狗吃 你知道他煎牛排没关系 给狗吃也没关系 可是因为我的目的 我那么努力的 把小孩子哄睡 把一切弄好 我是希望你早点睡 可是你煎了牛排 锅碗 瓢盆 厨余的那些东西就是要收 那你要一心一意觉得 他等一下陪小孩睡 有可能会很累 你就是牙一咬 你就说爸爸 没关系 你先去睡 我来熟 就会变成是 我好不容易已经那个脑神 就是刚已经在那边哄 然后脑神已经快要痛 他去睡我也想跟着去睡 可是他弄成这样 我就没有办法去睡了 所以我就常常觉得 好 换老公抱怨一下 我觉得没什么好抱怨 老公抱怨 老公抱怨 我问了 对 我没有 老公抱怨 你老公说 你们自从 怀孕生小孩有一年半 都没有爱爱了 都是你 你不给他碰 你是怎样 一年多 我才就跟他讲说 老婆 其实一年我们都没有怎么样 我也不了解怀孕之后 那种不想的 不想要有床室那种 心态是怎么样 或是身体感受 我不知道 但一年了 好像最多 最多才一次 还没进去 还没有成功 我就跟他说 老婆到底是 您的问题 还是我自己的问题 因为男人就有这方面自尊心 然后我就问他说 就需要试探他一下 就是你跟我讲也没关系 因为他那天很好 他也没讲完啦 讲完了 讲完了 你讲完了 不好意思 他讲完了啦 我不是故意的 一开始我觉得是身体的问题 我也带着他去看妇产科 让妇产科医师告诉他 其实很多妈妈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生完小孩之后 不喜欢做那件事情 那一开始医生有 我有问医生说 你可不可以开春药给我 因为如果 春药 因为如果再不吃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 我觉得婚姻嘛 难免你都不能满足老公 其实我也会怕 可是后来医生就说 这个没有春药耶 那不然我开荷尔蒙给你这样 其实我都有照医生说的吃 然后也都吃double 可是发现皮肤变很好 可是还是不能 老公那次问我是大概前一个 两个礼拜 一个月两个礼拜 他真的受不了 他传LINE给我 他说老婆 我真的 有点觉得 你是不是 快爆炸了 没有他说你 你是真的是身体的问题 还是对我不感兴趣的 就是他觉得是我不爱他 不喜欢他了 只有对他不行 然后我其实 那一天我在回他讯息的时候 我真的认真思考过 我有我就很诚实地回答他说 老公其实我不知道 我说我也是第一次生小孩 我一开始真的是身体的问题 但是到现在 就是到这么久的那一刻 我其实真的不知道 我到底是身体的问题 还是对你 没有吸引力的问题 我觉得个性的问题 就是可能 因为我都觉得我一直在很急 他一直在很慢 可是呢 要讲这件事情 有点害羞 对 我们今天早上成功了 你是为什么 为什么 什么样的动机 你是吃了什么早餐 你是吃了什么 我吓到 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 产后妈妈 不要担心 因为其实我真的 我分享这个 我其实 在上节目之前 我有想过 我要讲这个的原因 是因为 很多妈妈其实 我到最后 其实我也担心了 不只她担心 我其实也有点担心说 我会不会再也无法做那件事了 因为其实我好像很痛 很害怕 很抗拒 所以今天早上很自然 也很愉悦 对 没有 一开始蛮痛 一开始她后面 对 也不太舒服 最后 没有 然后 因为你知道那个 那个伤心奶奶症 就是网络上 有一个伤心奶奶症 就是产后 你没有办法被碰 那没有办法被碰 没有办法被碰 包含 不是只有进去 是她想要抱你 她想要碰你 她想要 甚至于不是某你胸部 只是要抱你 靠你近一点 你都会 都会被推开 都会这样 就是直接想架拐子 就是有一种 是喔 很害怕 很恐惧 很恶心 就是很像 就是很怪的那个感觉 然后 我真的 托育所有的妈妈 不要担心 就是 时间 让时间去 去过 对啊 嗯 还好过关了 还好过关 其实我也 就是 就是对那个方面 男生都会希望 会需要 可是我觉得 爱情是更 更重要的东西 会更不会腻 还是送风药 情投意合那种 对 更不会腻可以更持久 嗯 对 所以你趁现在过关了 赶快享受啊 不然再过几年到时候 我还以为说 趁现在过关了 赶快再等十个月以后 生小孩 没有 赶快 就赶快啊 对不对 你不然到时候 他得了这么 奶奶症候群 他不让你碰的时候 你就靠戏 就要来够 呵呵呵呵 今晚你有空来开放吗 今晚你有空来开放吗 挑达巴大神麻将手游 即刻下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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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